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年一世 国家发改委 央行 工信部 财政部 商务部 人设部 六部委领导轮番亮相 就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提出具体措施 所提及的一些重点领域被市场资金所关注 证据会副主席方星海在第23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表示 应该研究取消新股首日涨停板限制 要采取措施使交易进一步活跃 努力引进国际中长期资金进入中国股市 预计今年外资流入A股有望达到6000亿元 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哲最近表示 2018年国内经济增长6.5%的目标能够实现 对应约8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的增量 相当于世界上排名第15位国家的GDP总额 受多重外部因素影响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三天大幅上涨 升值超过1000点 业内专家认为最近几个月以来 人民币面临的贬值压力有所缓解 后市预计将呈现双向波动特征 护神交易所正式发布实施上市公司 股份回购实施细则 细则新增多项减持限制 进一步明确了上市公司实施回购股份 流程规范及信息披露要求 严防A股市场的不当套利 以及忽悠式回购 好 那回到演播室 我们先和程总来聊一聊 我们看到为了贯彻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的会议 今时六部委都提出了具体的一些措施 其中也提到了一些重点的领域 是资金所关注的 你看看如何把握这些投资机会呢 我们觉得其实应该自上而下来看待 那么政策的导向的位置 一般也是属于政策红利释放的 这样一个区域 如果说从这个政策红利释放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资本的这种具有嗅觉灵敏 这个参与灵敏的这些资金来说的话 无疑是会进入到这个当中的 那么我们注意到 其实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包括像这个政策所指向的 包括5G等等的 这个新能源汽车等等的一些领域 还是颇有建树 那么另外一块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还是梳理一下 这个政策的这个导向 它所看中和依据的几块 那么第一块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觉得它主要还是在于一些大型的产业当中 而这种产业当中来说的话 有一个就是它是以这个产业的总规模作为一个恒定的一个方向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梳理的话 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资金的参与也好 未来的这个政策持续的这个红利的推进也好的话 那么像汽车啊等等这种5G啊这种仍然还会成为这个主要的一个观测点 那么第二个来看的话呢 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些呢 它可能会有一些行业前景当中的这个土不那星的这样一个范畴 那么就是我们看到基本上导向里面没有传统行业 基本上都是在于新兴行业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也就是说整个的投资还是偏向于成长性 那么对于这些行业当中具有成长类的公司 我们觉得投资者呢是可以充电盯防的 好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周末 大家特别关注的资本市场的消息 就是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的发声啊 他说应该取消新股首日涨停板的限制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建议 你觉得这个建议会对市场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包括对于他的这个建议你有什么样的观点 好的 其实从这个方主席的这个发言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还是深刻的能感觉到 这个呵护市场的这种心情是比较迫切的 而且的话另外一块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注意到从整个这个互生两地的 这个交易量的水平来看的话 也确实是对这个市场的有些担忧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上海市场 基本上是在这个低点的时候 在八九百亿的这个成交规模 你不管是从这个印花税的税收收入也好 还是从市场的整体的参与的一个情况 以及甚至包括上市公司来解决这个融资通道的这个问题 似乎都碰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 所以我觉得这种迫切的这种声音也体现出来 但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于 新股的发行 你现在是处在顺境的状态当中 那么这种顺境是 你基本上只要上市都是在这个超过你的发行价 或者溢价在发行 但是我们注意到 其实在新股发行的历史上面 是有过跌破发行价的一个情况 如果上市当日取消了这个涨跌停板制度 或者说取消了一个涨跌停的那个幅度的话 很可能会在当日产生过山车的这种走势 那么如果说当这个顺境变为利益了以后 上市公司在当日经过了过山车 跌破到发行价下方去 我们觉得可能这个融资的市场 可能受到的这种考验会更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是从这个 就是市场的本身 围绕着上市公司的业绩和估值 只有业绩和估值能够得到了一个准确的预期 那么长线的资金才可能会进来 那说到这个新股发行 我们看到最近其实还有一些声音 包括一些专业的人士认为 我们2018年是不是新股发的太多了 现在的市场的疲弱的状态下 是不是新股发行可以减缓一些呢 其实我们并不是这样认为 那么我们认为其实新股 它带来的更多的是投资标的丰富 或者说是新的投资标的产生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有一些 比如药气龙头 药明康德这样的企业 它非常的不错 像电磁领域的林德等等 也都是很好的这种标的 你如果没有新股发行 这种标的是很难找到的 那么第二个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它的本质其实并不在于新股 因为我们注意到从这个18年来看的话 新股的融资的总额 也不过于就是500亿的一个水平 那么如果说放到了19年来看 即便是考虑到了科创版的发行 那么我们认为 这个A股市场的整个的融资额度 可能也不会突破五六百亿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么作为直接融资市场 这个更高层面的一个看法 那么我们觉得直接融资市场 其实是解决了 间接融资市场当中的一些难处 你比如说像银行看到有一些小微企业 但是你没有资产能够抵押 我是不能够给你资金的 但是作为股票发行来说 它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要从一个更高的 一个战略层面上来说的话 新国的发行 不但不应该说是把它限制住 而是应该鼓励更好更优质的 这个企业来进行 另外一块就是刚才我谈到的 就是说这个市场要呵护它 你一定要有土雇辣心的这种决心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国市场 进入50年甚至100年 50年100年前是4000家企业 现在还是4000家企业 那么它里面的这个总的标的 换了无数个 其实也就是把一些 这个西洋的行业垃圾的这个公司 慢慢地从这个生命周期当中 问题我们现在就是土雇这方面 好像进展不是很顺 对对对对 为了都是保护这个上市公司的 这个融资通道 所以使得这个该这个被去掉的 一些公司没有被去掉 反而会使得这个资金的 这种优势资源 不能够得到更多 更有效的集中配置的一个国家 那我们再来说说 刚才也提到了一个 其实大家也很关注的 就是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 这个实施细则 当时这个草案出来的时候 大家市场就很关注 我们也听到一些声音说 当年这个美国股市的这个潮牛 可能也是从最初这个回购股份的 这个政策确立之后 奠定了一个基础 我们现在这个实施细则发布了之后 你对你觉得对市场会有什么样的 接下来实质性的一些影响了 我觉得总体来看的话 还是建立了市场 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环境吧 那么另外一块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从长期来看 还是促进了一个A股的一个发展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从这个近两年 这一轮当中爆发出来了 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于上市公司的 这个股东 特别是大股东 非常急于套现 非常急于的需要把这个资金 进行一个回笼的一个过程 那么才使得 在这项新的创新业务推出来 这个初始的阶段 充分暴露出了它的风险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券商 甚至包括一些地方政府 都在去接这些上市公司的这个股份 那么这种形态 我们觉得其实从长期的角度来说 它是不利的 而这种如果说我能够把这种 急于套现的这种方式 能够得以一个缓解 或者说用一个时间空间的一个角度 来进行这个化解的话 那么对于上市公司 长期有效的这个治理 那么推进它的这个业绩的 这种回报股东的这种动力的增加 其实是有利于A股市场的 但是我们觉得并不是 首先一点并不是这个业务本身 所带来的问题 而更多的问题还是要 政策的核心指向 还是应该指向到 上市公司的这些大股东 怎么才能够真心实意地回到 对于上市公司的治理和业绩的回报当中 而不是说鼓励你到A股市场去投机 鼓励你这个在那个进行高抛低期 这个都是我们觉得 都是一个杀机去乱的行为 好 那我们继续就这个问题 再来和我们的机器人小金来聊一聊 那上周五晚间的时候 是在前期公开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 护身交易所分别正式发布了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细则 并且在当天就开始进行实施了 那从2018年11月23号 回购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发布到今天呢 上市公司回购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 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小金 你好 小金 主持人好 回购的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发布到今天 你来跟我们说一说 目前上市公司的回购情况是怎么样的 小金通过数据统计 自2018年11月23日至今 费股已有103家上市公司 披露回购股份预案 合计最多回购股份数量 为49.44亿股 涉及金额上限为163.03亿元 从计划回购最高金额来看 中天金融回购上限36.82亿元 东阳光科 PCL集团计划回购金额上限为20亿元 中国电键 浙江龙盛 苏宁易购 用有网络中和看白 新希望计划回购金额上限 均超过10亿元 从已实施的回购来看 自2018年11月23日至今 费股已有321家上市公司公告了股份 回购实施情况 累计回购金额达378亿元 回购金额超过10亿元到公司有 美的集团回购40亿元 中国建筑回购金额37.06亿元 军胜电子18.01亿元 陕西煤夜15.78亿元 小金回答完毕 好的 谢谢小金 那回到演播室呢 我们来探讨一下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 关于股指震荡上行 你会加仓吗 先来看看我们网友的留言 网友芝麻说 底部震荡上行 正是加仓的机会 无间说 上行是获利出局的时候 杀爹才要加仓 不同的一些声音 声不逢时说 此时不加 更待何时 沐浴阳光说 空仓是错误的 等发现涨了就晚了 阿福直接问 股指真的会震荡上行吗 咱们来问问程总 今天因为是 本周第一个交易日 对于这一周的行情 你有什么样的 一个判断和期待 其实我更赞成 第二个网友的看法 也就是说 可能杀爹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 加仓的机会 一旦反弹了 或者说比较明显的反弹了以后 其实考虑 还是应该要进行一个减仓 那么我们一点 就是说 不管目前的市场的分歧在哪里 但是有几点是确定的 第一个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看到的宏观的数据 其实还是在一个缓慢的放缓的当中 那么第二个来看的话 层面上来看的话 就是企业的营收 那么我们注意到 特别是春节以后 可能上市公司就进入到一个 连报的披露高空 然后紧接着就会叠加一个 19年一季报的一个披露过程当中 那么业绩对于上市公司的 再排序的过程一定是巨大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那么如果说我们比较确定的是 上市公司的广普来看 行业的增速还在放缓的时候 那么这种说市场就此就能够节节攀升 那么我们觉得难度是想而易见比较大的 那么第三个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注意到 目前的这个时点 其实已经离春节不远了 那么在离春节不远的时候 其实市场更多的是有一种套现的压力 那么对于资本市场来说的话 它往往是处在一个相对的淡季 我们看到像央行也在释放货币 来进行这个春节前的投放 那么这部分的货币 我们觉得它是用来消费的 不太可能会进入到资本市场来进行投资 甚至是博弈 所以基于这三点的判断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可能下探的时候 稍微买一点点 然后反弹的时候稍微抛出一点 可能是比较好的策略 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那针对现在的这样一个市场走势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讨论了很久 这个底部在哪里的问题 之前出了这个政策底 大家说接下来还要有估值底 还有盈利底 可能真正的市场底还离得很远 所以到目前今年的这个行情 你觉得接下来还要经过 什么样的一些反复吗 你觉得市场底在什么时候 大概会确定 我们觉得从这个时间的维度上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在二季末三季度初 可能会是一个分水岭的一个位置 因为第一个来看的话 就是整个上半年的主要的一些 包括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等一些 比较重大的一些会议都会在上半年完成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各行业来发它的相关的 一些行业的配套的政策 那么这个会明朗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来看的话 从时间点来看的话 它跨越了这个19年的一季报的过程 同时开始反映19年中期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 大家以后会明朗对于业绩的一个预期 那么第三个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考虑的一个外围因素 就是美联储的加息 在今年预期是有点放缓的 那么是不是会真正的放缓 一旦会放缓 加之国内的这个流动性 在半年的时间里面的时候 因为银行的这个国内的银行的 它的这个贷款 一般都是一季度和二季度是放缓的高峰 那么一旦它确立了以后 三个层面上都确立 那么我们觉得市场的这个方向 才能够完全的确立 最后的一块就是 从市场的安全的边界也好 还是从市场的这个情绪也好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慢慢的在脱离 慢慢的在脱离这个流动性 对于市场的影响 慢慢在脱离情绪对于市场的影响 更加回归于估值 那么一旦说这个市场回归于估值 其实机构投资的明确性 就会非常的高 比如说我们只需要看待 上市公司行业的增速 或者上市公司业绩的这个增长 我们就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那么这对于稳定市场 或者说维持市场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是有绝对的帮助的 好 谢谢程总 那么如何看待后市 以及我们应该关注 哪些行业和板块呢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 其他机构的观点 进入今天的言报热度吧 广发政权认为 一季度A股春季造动行情 有望延续 金融和成长都具有潜力 股市将迎来不低于10%的上涨幅度 不过需要警惕的是 从1月中旬开始的 创业版商与减值预告 高商与占比的行业和公司 可能面临一定程度的调整 方丈政权认为 本轮行情的性质属于政策变化 提升市场风险偏好的反弹行情 行情正在演绎中 A股中期反转仍去等待 反转必须满足经济预期改善 流动性宽松等条件 在行业配置方面 中信箭头证券认为 在2019年首先应该选择 通信 电子 计算机和高端制造等 行业板块 其次关注海外投资者偏好的 食品饮料等稳定型板块 第三 银行 地产等广义金融板块 具有高股息的特征 利率下行有望带来相应的提振 另外就是要规避周期板块 好 那具体的板块和行业方面的建议 我们也来听听程总的 关于这个接下来 大家的这个投资标的 怎么能把握住这个稳稳的幸福 你觉得应该选择哪些行业和板块 其实我们觉得来说的话 主要第一个层面上 还是看大的资产的配置方向 那么这个可能是 就是对于家庭的 就是属于细分到 这个个人家庭的这一块来说的话 是极为重要的 比如说我是配现金 配大宗商品 配债券 还是配股票 那么从今天来看的话 股票市场的排序 其实是排在第三名 那么它是弱于债券的 它是弱于大类商品这一块 大类商品这一块的 主要的指向还是在黄金这一块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们觉得 它如果说映射到资本市场 那么其实以黄金为代表的 上市公司的一些板块 在估值合理的情况下 是可以去配的 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市场的金价 也是表现出一个在不断的 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对 这两个月 黄金的股票表现也是非常好 对对对对 而且的话就是说 这个可能还会进一步被确认 因为我们注意到 黄金它的结算单位 主要是美元 所以美国只要它的通胀 呈现出一个放缓 再加上国内 可能有一定程度上 就是比如说跌破了融库线 处于一个通缩的状态 这可能对于黄金来说的话 都是有提振的 第二块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不太赞成 与今年投资一些 非常具体的行业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5G这个玩意儿 5G这个东西来看的话 有一点目前大家都还在担忧 可能你的技术 受制于海外市场的 一个情况 虽然说有标准是 国内有些企业是在 排头靠前 但是它没有上市 你没办法去参与它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与其去预宣的去布置 或者说去进行投资埋伏的话 不如去等待市场 真正有方向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觉得指数型的定投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不错的策略 因为今年的权益市场 排在第三 然后另外还有一块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无论短期你的市场 是不是跌得足够多 但是一点你相对于前期 已经有一定的幅度了 第二个来看的话 就是无论未来这个市场 向哪个方向发展 以后一定是好的公司 占据头部的一个效应 然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们认为只要是在一个 阶段性的一个地点的时候 进行指数型投资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另外一个就是从外资 配置的方向来看 也是打破了以前的一些观点 以前的话 外资是非常明确地去投资 哪个行业的龙头 哪个行业的龙头 今年不一样 今年是直接买指数 就开始直接买指数 所以我们觉得 一旦这一些 不管是主动投资也好 被动投资也好 它有明确的方向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都可以 为投资者带来一个提前的 一个带有指向性的一个参考 好 谢谢 谢谢程总 那大家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欢迎您扫描屏幕 右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交易时间的节目互动 发表弹幕留言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外盘风云榜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把曝光转向海外 扫描今天的外盘风云榜 美国三大股指均连涨三周 上周倒指的周涨幅为2.4% 纳指涨幅3.45%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2.54% 尽管上周五 欧洲主要股市小幅收跌 不过从一周的表现来看 英法德三大股指的周K线 均收出了小阳线 国际油价在上周大幅反弹 并且连涨两周 国际金价则呈现了震荡 整理的走势 好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 关注上市公司发布的重要信息 来扫描一下今天的公司排行榜 工商银行发布公告 你使用自有资金向中国工商银行 亚洲有限公司增资10亿美元 增资后 公营亚洲仍然为公司独资子公司 本次增资旨在满足监管 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提升本行在香港地区的市场地位 和竞争能力 中信银行发布业绩快报 2018年净利润445.13亿元 同比增长4.69% 营业收入1648.54亿元 同比增长5.2% 基本每股收益0.88元 吉利集团昨天向媒体确认 近期有关减持戴姆勒 以及爆仓等信息 无中生有 纯属谣传 公司作为戴姆勒的 长期战略投资者 和单一最大股东 没有减持戴姆勒股份的计划 所持有的戴姆勒股份不变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新股发行的情况 本周将有4只新股可以申购 其中绅士创业版有3只 中小版有1只 1月15号申购的是康隆化成 16号是新乳液 17号是七彩化学和华智酒行 大家可以来关注 好 回到演播室 我们继续和程总来 对市场进行一个探讨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 大家可以关注的行业或者标的 我们继续来 还是来谈一谈板块方面 刚才说到了 现在很多的外资 在进入中国的市场 大家看好了一个 就是消费板块 其实包括今年 去年以来 这个吃药喝酒的行情 让很多人还是对于 白酒板块是情有独钟的 对于这个板块 接下来今年的走势 你会怎么看 其实白酒板块的话 我们觉得今年主要 还是在于一个 估值回归的一个过程 总体来看 我们对它的判断是这样的 那么特别是在近期 可能大家对它的期待 还是比较高 那么在于说是 这个临近春节了 那么的话 这个消费一个是处在 一个比较热的一个区域 另外一块就是 这个白酒的话 也是处在一个 热点中的热点的一个区域 但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还是在于 第一个来看的话 整个白酒板块 其实它的分层 内部的分层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一线白酒和二线 三线白酒之间 拉开的这个距离 从它的市值也好 从它的绝对的价格也好 其实这种的这个差距 拉开的是比较显著的 第二个来看的话 就是在于消费的能力 那么如果说 一旦高档白酒的消费的增速 始终维持在一个 天花板的位置 而低档 这个中低端的这个白酒 又始终没有呈现出 一个价量的 同时的释放的话 那么这种 它的这个经典 要想取得更大程度的 这种收益 那么难度是显而易见 另外一块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注意到 虽然说是 确实是临近春节 特别是临近 这个消费当中的 一个核心的状况 但是由于去年它的整体的 基数是比较高的 那么在这种高基数的情况下 你还要取得一个 高速的这个业绩的增长 那么这种难度 显而易见是比较大 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 最后一个就是 这个套路的故事 永远是在被学习 特别是 高端白酒的这些套路 都在被这个 这个二线白酒 三线白酒 都在进行一个学习的过程 不断退出新的产品 不断地拉高这个价格 不断地来提升毛利率 但是从整个的白酒的 当然这是内部人士聊天 就谈到一点 就是白酒 其实很简单 就是水加酒精的问题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的高毛利 是不是能够持续地维持 我觉得也会打一个疑问 所以综合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白酒行业 短期投资者 可以进行这个 无风险的少量参与 但是长期来看的话 觉得我们觉得 今年来看的话 还是应该谨慎一些 好 谢谢程总的建议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 节目的预告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合制作的 五级电视专题片 《资本的力量》 将在今天晚上 财经频道20点当播出 本片是通过 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现实案例 讲述了中国资本市场 依托改革开放 助力改革开放的成长史 今天我们将会播出 第一集《活力支援》 先来看一看 有哪些精彩片段 《资本的力量》第一集 讲述了中国资本市场 通过注入资金 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立 培养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等方式 给中国经济发展 注入活力的故事 阳山港的成长 展现了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助力 海康威视成长为 全球领先的高科技公司 展现出资本市场 推动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通过福耀玻璃和曹德旺成长的故事 展现资本市场助力民营企业发展 和企业家群体的成长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今日晚间20点当 好 马上就要开盘了 进入我们今天的股市气象战 来看一看大数据 对于今天市场人气的判断 我们在交易时间 微信公众号上发放的问卷结果显示 有55%的投资者认为 今天市场可能上涨 看跌的投资者占比17% 在持仓意愿方面 有60%的投资者选择持仓不动 选择增仓的投资者比例是24% 那从机构投票的数据来看 45%的分析师认为 今天市场可能上涨 35%的分析师认为市场可能下跌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听听几位业内人士 对于行情趋势和热点的判断 我们关注到周末的时候 证监会针对于未来的一个 一年当中资本市场啊 开始有了一个新一轮的一个规划 比如说新股的首日 它的涨跌幅是否能够得到一个放开 再比如说我们的股指期货当中的一个持仓量 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突破 但是要知道这是站在一年的 如果我们站在当下 站在短期的话 我们更多的会去关注春节即将来临 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的交投 是不是还能够保持活跃呢 大概率会告诉我们会进一步的清淡的一个趋势 再比如说 针对于未来的这一个月当中 我们称之为大小飞的减持窗口 因为二月份开始就会进入到一个年报披露期 所以我们认为中短期当中 整个市场更多的是在一个底部航时 从今年基点情况来看 随着大盘前期低点跌破 那么现在正在有一个记录性的反抽 同时近期是利好政策频出 包括央行的两次降准 包括稳家电 稳汽车的消费政策 有望出台等等 在政策的密集催化之下 我们认为节前的红包行情 有望是提前开启 当然这个红包有可能会隐藏在各个行业之中 也建议大家在优质的一些成长股 消费股中做一个均衡配置 不要厮守一个行业 也不要厮守一家公司 需要看到的是 随着大盘逼近前期的筹码套牢区 那么震荡也是在所难免 希望是调整中去逢低布局 是一个比较稳妥的策略 千万不要追高 历来春节之前的这段时间的话 都是春节行情的一个重要的布局阶段 再加上目前市场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底部区域 同时叠加的话 年报行情披露的重要阶段 因此的话春节行情还是值得期待 从操作场面上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还是控制一定仓位的情况下 可以适当的缝低进行增仓 可以重点关注一些年报超预期的 产业上符合国家宏观政策的 一个大的一个方向的强力股 可以提前布局中线的一个机会 但是对于一些炒作过猛的一些 体财股的话 还是尽量分高减长 或者说回避 好 北京时间9点33分 我们来看互生两市的开盘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央视财经50指数 目前点位5486.13点下跌4.26点 跌幅0.07% 上证宗指目前点位2552.75点下跌1.07点 跌幅0.04% 深圳城指目前点位7470.51点下跌3.72点 跌幅0.04% 创业版指1261.60点上涨0.04点 好 中小版指是4856.31点下跌7.30点 跌幅0.15% 那再公布一下我们今天上午的互动话题 是股指震荡上行 你会加仓吗 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并且给您喜欢的主持人和嘉宾来进行投票 那已经开盘了 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盘命 观察员医学投资金融研究院院长张翠霞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开盘的情况 您好 翠霞 好的 主持人 我们看到今天的生活两市股指 基本上是维持稳定运行 而且从早盘开盘的一个基本情况来看 应该是属于一个符合预期的开盘走势 因为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下 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 目前的上场指数是阶段性的一个 2440点反弹回升 预阻重要的六十线和颈线 然后散开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技术回导 那么从本周做盘下一线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位置的平稳运行 以及我们看到周末消息面的一些 偏利好的一些综合综多因素 应该是不支持当前位置有系统性风险 但是我们大家注意一下 在上周的时候实际上 有两个跳红缺口还没有真正回补完毕 所以从这个维度来去考虑和评估的话 那这个位置上基于本周做盘下一线的一种诉求 可能还有一个小震荡的一种情况 那另外一点呢 我也注意观察了一下 目前的深层指 它在经过了一个连续的上涨之后 大家看一下 它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大的跳红缺口 而且是一个实体跳红缺口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连续上涨之后 它的一个连续两个跳红缺口 也基本上没有回补完毕 也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 指数运行当中 截止到现在为止 是创业版纸没有缺口隐患 但是主板指数当中 基本上都有一定的缺口 要求有回补 因为我们知道 第一个缺口如果是突破性缺口 那么第二个缺口是普通缺口 那么普通缺口回补的概率 要比较大一些 因为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到现在为止 整体市场的运行维度 应该说红盘的细分指数 加入还是有的 比如说农林牧鱼 券商 包括公共设施 以及通用设备等板块 基本上都是红盘报收 但是我们发现 红盘报收细分指数 基本上总体加速占比并不多 而且涨幅并不很大 也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的 一个强势运行之后 实际上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一些主线当中的 或者权重占比比较大的 一些周期板块 或者是大消费板块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 领跌两市的作用 或者说它还是属于一种 非常明显的 资金流出的一种作用力 那么从这样的一些 代表品种来看的话 这个位置小周期指数 主动的回挡一下 应该更有利于多头的一种 做多的一种向上运行 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截止到现在为止 所看到的整体的 二级市场的运行维度 实际上来讲的话 这个位置如果做一下 二次探体的动作 应该更有利于 节前行情的演绎 因为我们大家注意一下 整体的二级市场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这个涨跌幅榜的情况 那么从涨跌幅榜的情况 来看的话 应该说过去一段时间 整体市场的涨跌幅榜 基本上运行为一些 超跌领域为代表的 一些板块的一个运行做多 那么从这个位置的 做多的一种动力 或者说做多的一种 势能的情况演绎来看的话 那我们知道 不管是5G还是通信设备 包括我们所看到 证券券上类的一些板块个股 基本上都是有一定的 一个推称的意义和作用力 那么从整个 掌停板的系列当中 我们看到 今天掌停板的个股加数 应该还是不少 而且我也看了一下 跌幅榜系列代表品种 跌停板或者跌幅超过 百分之五个股加数 非常有限 所以这个位置主动做盘 本周下一线 没有系统性风险 这一点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则优质的一些 好的标底 好 谢谢 谢谢翠霞带来的解读 也欢迎大家继续扫描 二维码参与我们交易时间的 节目互动 稍后是我们的系列节目 布局2019 欢迎回来进入我们的系列节目 布局2019 最近5G通信政策利好不断 A股市场上5G通信板块 表现也非常的抢眼 那关于这样一个板块的投资机会 今天我们演播是请到了 招商证券通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 于骏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探讨 那要说最近的这个5G板块 真的可以用火热来形容 到底是真热还是虚热 后续的持续性怎么样 你们怎么看待这个板块 现在的这个表现 来听听您的观点 我认为这种走势其实它有它非常合理的一方面 但是我们也要提醒投资者不要过分去追逐一些 现在的所谓的热点 从它的合理性来说 我觉得从今年整个大的环境来看 宏观经济 大家对于包括央行在今年年初就给大家送了个大礼包 也做了一些这种释放流动性的这样一些动作 那从这个流动性这一块来看 它会去追逐市场上一些比较热门的这种板块 那5G其实包括通信 其实是无疑是这样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板块 而且从整个通信行业来看 应该是在目前这个整体的经济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下 它是一个偏逆轴起的这样一个板块 它有一个非常确定性 从今年开始往上走的这样一个确定性的拐点 所以我觉得这样大家去追逐这样一个板块应该是非常合理的 合理的 对 那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其实还是要提醒一些投资者 因为现在市场上有一些这种5G的标的 可能从它的这个相关性上来说 它跟5G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相关 但是市场的这个持续在追逐 那我觉得这一块其实还是投资者也要自己去把握这里面的风险 就是要去尾存真 对 去尾存真 不要被这些搭顺风车的股票所蒙蔽 对 你说得很对 那上周我们看到工信部的部长苗维也是再次强调了5G 力争今年要商用 就是大家将来像你的这个手机啊 Pand都可以用上这个5G 那目前的这个具体的商业的应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未来的节奏又会是怎么样的 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在2019年进入了5G的一个逐步的预商用阶段 那上周这个工信部的苗部长也是再次强调了这个5G在今年在部分城市要进行规模实验甚至要发放一些临时的这个牌照 我觉得这个也是跟2018年底12月跟中央经济会议上也是把5G放在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高度去再次强调5G这样一个板块 它因为它对于下游的很多行业它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那2019年来看我觉得是逐步会在部分城市啊 可能三大运营商都会在全国的大概十几到二十个城市去做这种规模实验的组网去试点 如果在这个整个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啊 有可能在今年也会发放5G的正式牌照 那对于到如果今年能够发放5G正式牌照来说 我觉得2020年那大家就要进入到这样一个规模商用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2019年今年会叫预商用 顺利的话明年就会是大范围的正式的进入商用阶段 但商用的牌照也是有可能在今年正式发放的 那其实关于5G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这几年都是指纹其声不见其影啊 那从全球范围来看 其他国家的5G的行业的发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是比我们会领先吗还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对您这个问题很好 可以从全球来看 目前中美日韩是处在一个领先的第一阵营 进入到一个规模商用预商用的这个阶段 真正的全球大范围应用应该到2020年以后才会逐步开始 都是这样一个节奏 那再回到我们中国的情况来看 我们现在5G的这个整个的建设周期大概会有多长 整体的建设规模呢有多大 5G可以说它的整个的建设周期是一个非常长的这样一个周期 我们把它分为两个阶段 那我们现在普遍讲的是第一阶段的5G 那这个阶段呢主要还是在我们这种人的移动互联 增强性的移动互联这一块 这个我从2019年会开始逐步建设 我们预计今年的建设规模 三大云商应该会在10万站左右 那明年会进一步去正式进入到这个商用功能 这个建设的规模可能会在50万站 甚至以上这样一个规模 那这个持续的时间第一阶段应该会到2022年 那2022年以后5G是不是就停止呢 也不是因为5G它还有第二阶段 主要是面向像车联网 像这个包括跟人工智能的一些结合 面向一些这种远程医疗 像工业互联网这些场景 这个时间应该会更长 所以我觉得因为5G的应用场景会更多 它的这个时间周期会越来越会更长 好那关于5G更多的内容和话题 稍后我们继续和余总来进行一个探讨 那现在开盘已经有十多分钟的时间了 我们再来问一问我们的机器人小金 有关盘面的情况 你好小金 主持人好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开盘情况 截止现在跌幅就小的是创业凡指 目前的点位1259.84点 跌了0.14% 行业方面涨幅最大的是处勤养殖 没看开采资料 跌幅最大的是营销传播 个股方面 目前涨停的有18家 跌停的有5家 其中新疆条件已经是连续第7个涨停 新号STD达是连续第2个跌停 截止到现在资金净流入最多的板块是采决银行钢铁 资金净流出最多的板块是电子通信 传媒小金回答完毕 好的 谢谢小金的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盘命观察员 医学投资金融研究院的院长张翠霞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盘面热点有哪些最新的变化 好的 主持人 我们看到现在的生活量是股指 基本上是维持小区间震荡 从小区间震荡的走势特征来看 还是属于符合预期的 做盘本周下一线的一个动作 那么从整个热点板块方向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目前市场聚焦的 依然是属于比较清晰的一些主线板块 比如说能源加工 农林牧鱼 包括黑色金属 有色金属 以及券商的板块 那么从前几个细分的行业指数来讲 它的一个涨幅都已经超过1% 比之早盘明显的一种 做的动能增强的一种特征 那另外一点呢 在超跌反弹序列当中 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 也已经表现出一定的弹力回流度 那么另外一点呢 最主要一点是我们看到 券商板块呢 依然是维持一定的热度 但是呢 涨幅略显收窄了一些 但是好在一点我们看到 其他的一些煤炭石油啊 公共设施 包括通用设备等等板块 基本上都是表现出非常好的一个 稳定性的一个资金回流 那也就是说从这些细分指数的 一个基本情况 基本特征 来进行评估和表述的话 那我觉得整体二级市场 到现在为止 基于产业政策利好推动的一些领域方向 和资金流入的一种推动 实际上对于这些板块 应该还是有震荡走高的一种 正向刺激和驱动的 那另外一点呢 在跌幅序列当中 我也仔细观察了一下 在跌幅序列当中 我们看到商务服务 酒一饮料 保险 包括电子设备等 基本上是跌幅区前 而且整体的跌幅超过0.8% 那么从这些相关的代表品整来看的话 由于像保险 包括这个大消费板块当中的 一些核心代表品整 它的占比权重比较大 另外一点呢 它是在过去的1928号年当中 充分演绎的一些代表品种 所以它们在近期来讲的话 是持续地保持着一个 明显的一个震荡下行的一种态势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 大的一个周期维度来看和评估的话 那我觉得对于一些 杀跌没有到位的高位高价股 大家还是要警惕追涨的风险 那另外一点呢 我也注意观察到 今天市场的热度 应该说从整个的 二级市场的涨幅序列当中 我们可以很轻易看到 涨天板个股呢 应该是表现为超跌序列为代表 虽然说轮动比较快 虽然说我们看到 阶段性涨不较大的品种 出现了一定的剧烈波动风险 但是呢 真正一上梳理跌停板的话 我们可以很轻易看到 这个位置上 针对于跌停板序列当中的 代表品种来看的话 虽然有一些跌停板的个股 大家看一下 像新大洲 科荣环境 光库科技 达安股份 中超书记等 基本上都是属于 冲击跌停的一种情况和态势 但是呢 我们把所有的跌停板 加速去进行梳理的话 我们发现它并没有特别出现 非常超预期的一种波动率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没有超预期的一种波动率背景下 来去考虑和评估的话 这就是强调我早盘刚才所说的 市场没有系统营刹跌风险 这一点是比较确定的 那么第二点呢 又由于这些 像一些通营设备啊 包括我们看到 近期涨务比较大的一些品种 出现了一定资金流出的特征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当前位置上 过度追涨的话 可能面临小周期的博弈风险 它出现技术的过度追涨之后的 回调的一种风险 所以从操作的层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大家呢 还是注意好板块的轮动 同时呢 注意好个股的一个操作节奏 不要过度追涨杀跌 那么从整个大的一个板块 运行情况 基本图表来看的话 我们大家一定要去仔细观察一下 深层指的盘面表现 深层指的盘面表现呢 应该说维持它的一个区间震荡 而且呢 在这个位置上 大概的时间啊 六十日线和十周线的一个震荡反复 应该还是主动调一调 更加好一点 但如果我们大家去把这个 深层指的一个大周期的维度 来去看和评估的话 按照上周的一个K线组合 我们看到是非常明显的 早晨之星K线组合 那么周线级别上 一旦给出这样的早晨之星 K线组合之后 即使它本周做派下一线 针对于上周和上上周 我们所看到的连续两个缺口 主动回撤回补一下 第一波动空间并不很大 第二点呢 这个位置针对于大周期下降趋势线 它所形成的一个突破临界点的一种运行 也还应该抱持有小好的一种 反正预期没完的一种判断观点 那么也就是说 从这个节点判断 包括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一个更长周期的 一个月线图表的一个基本维度 上一轮行情的 大周期的技术双底是6959点 那么这个位置 它的一个技术回撤点 已经是7011点 那也就是说 这一轮大幅的沙跌 已经跟上一次历史性的一个低点 只有不到100点的一个 百分比波幅的时候 那实际上这个位置是封杀了 阶段性的一个下沙空间的 所以这个位置只是二次探底 回补一下缺口的诉求而已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 大的维度来看的话 应该是热点板块层次不穷 而且呢 此起彼伏的转件效应 已经形成了 以点代变的一种推动和扩散 那么这种扩散效应 对于指数的一个 向上的推高作用力 应该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所以从大的一个层面 和维度来看和考虑的话 那我觉得主线板块当中的 5G呀 通勤设备呀 包括像特高压 以及电器设备和证券等板块 一些核心收益政策利好 或者是当前有一些 这个预期利好的一些板块 应该是具有非常好的 弹性波动机会 甚至不乏有一些 超级反弹个股 出现了接铁打板的一种攻击 那这种攻击 示范效应出来之后 实际上来讲的话 2019年的行情 应该是非常好做的 应该比2018年 更加有前瞻性和机会特征 主持人 好的 谢谢翠霞带来的分析 也欢迎大家继续扫描 二维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稍后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 布局2019 好的 欢迎回来 针对5G通信板块的投资机会 我们继续来和招商证券 通信行业首席分析师 于俊来进行交流 我们刚才有网友说 其实说了这么多 他想问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 就是这个5G和4G相比 到底有哪些不同哪些优势 您先来跟我们讲一讲 好的 5G概括地来说 跟4G最大的不同 就是5G会将把我们带入到一个 完全的万物互联时代 4G在之前 我们都是针对人与人的这种通信 那5G呢 我们把它划分为三个应用场景 第一个应用场景 继续是我们这个上网的数率会更快 会从我们现在的摆照数率到一个剧 甚至到未来的十个剧 那第二个和第三个应用场景 都是针对物联网的 第二个应用场景是针对万物互联 可能会针对像一些比如说市政工程 停车这些 对数据量要求不是很大 但对覆盖要求比较高的 第三个应用场景是我们叫做URLC 就叫做高可靠低实验的应用场景 这个应用场景呢 它主要是针对未来像车联网 像工业互联网 对这种时间的实验要求比较高 它这个可靠性也要求会比较高的 这些应用场景 那这个呢其实是我觉得是未来两个 这后面这两个场景会真正把我们带入到一个 完全跟物体交流沟通的这样一个智能的万物互联时代 网友C菜说周一扫盘正在疯狂打压5G 刚才你也提示风险了 大家要看清楚啊 这个5G板块中可能目前还是有一点点鱼龙混杂的一个情况啊 那说到这个具体的产业链 现在整个5G的相关的产业链发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存在着一些压力 如果有的话压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应该来说目前的5G应该是整个产链是在加班加点 都非常辛苦去推进了这个过程 整个我们对比一下4G 4G从技术标准到落地有将近5年的时间 而5G总共才只有3年的这个时间 因为这个也大的背景也是大家对于整个5G的这个需求 信息的需求在不断地提升 那产业链的情况来看 尤其是像现在我们知道去年12月 工薪部颁布了最新的这个频谱的划分 中一栋是达到一个2.6G的这个频谱 这个在全球应该来说 目前还没有主流的运营商去用 那这个频谱有很多它的优点 但是从时间节点上来说 确实产业链需要去重新去 去把这个2点 针对2.6G去做一些部署 所以这个这方面来看 我觉得产业链的压力还是存在的 但是按照目前的时间节点 我们也是反复跟产业界和这些专家沟通 应该来说都还是处在一个 可以控制这个范围内的 那这个产业链会看好什么方向呢 它会带动哪些板块受益 我们从5G来看 我觉得分为两大类 一块是偏在这种地面传输的光通性 有线传输这一块 还有一块是在偏无线天线射频这一块 这两块来看我们觉得相对来说 这个有线的光通性这一块 它是一个偏前周期的这样一个板块 它会相对来说 它的确定性在今年会更高一些 它的增长会更加稳定 技术的这个眼睛也更加平缓往前 然后无线这一块 它的整体的技术应该来说迭代会比较快 然后它的这个下沉的很多技术 是来自于军用通讯这一块 所以它这一块目前我觉得在今年时间点 可能会有一定压力 但明年它的弹性空间相对会更大一些 所以我们其实这两块的公司 我们相对来说一个是偏更稳健 它更长 一个是它弹性会更大 那最后再来问问你 关于刚才你说到相对于之前 人和人的连接 5G带来是万物互联 那就意味着会出现很多新的应用场景 您能给我举几个例子吗 到底未来会有哪些新的应用场景 哪些行业会受益 就人与人的这个通信 我觉得还是 我们叫增强性的移动互联 它还是沿着这个数率的提升 我们的用户的体验更好 可能现在我们大家都能看到 移动会的移动手段 移动手段最尊重的 未来我们的新的通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